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振奋人心的太古表演为万华老人服务中心开幕仪式增添热情与活力 搬新家的万华老人服务中心9月20号在福星社宅正式开幕 并委托财团法人、天主教、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 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新的场地不仅明亮宽敞 还有可以看电影的大荧幕以及按摩休闲区、建脑上网区 油压式健身器材等期盼崭新的环境结合在地服务 能够提供长者更好的照顾 我想万华区的一个长辈 其实老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最需要被帮忙的人数其实特别多 那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万华 本来就设有两个老服中心有别于其他的一个区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把整个一个老服中心重新前移到福星社宅来 也希望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让长辈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面 那在这里面有些交易跟我们相关的一个老人的一个问安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结合当地在地的志工以及在地的这个服务来服务我们在地的长辈 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上也特别感谢市政老人基金会愿意全力来奉献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关怀与服务 在万华地区其实我们弱势的长辈其实是特别高的 那尤其是独居的一个长辈 那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上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平常要问安的服务 然后要这个所谓的送餐的一个协助 那甚至在独老的关怀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家门 所以也特别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 跟志工的一个访问的部分 能够来帮他们搭起一些桥梁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万华当地的一个长辈 我们也希望他们除了所谓的这个社区的一个活络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来这里 然后呢大家可以参与一些健康 然后相关的活动 然后也能够增进他们的一个身体机能 我们希望未来这里真的真的是跟如同我们邀居讲说 这个是大家第二个家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来了感受到 真的是一个温馨的家 空满爱心的家 彼此关怀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高龄化的这个社会非常强调 我们要活得健康 健康的高龄 健康的高龄 不是生病的高龄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孤独 不要打败孤独 要摆脱孤独 常来这里跟大家互动 跟参与社会的服务 社会的活动 那这样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开幕典礼当天 市议员郭昭炎及当地万华区里长 以及万华区区长都到场共襄盛举 除了感谢万华老人服务中心 对长者们的照顾与服务 也欢迎长者们多加利用 福星社宅盖的真的是像豪宅一样的 我们的老人中心 也可以在三楼 在这边在为我们的里民服务 是我们万华区的服务 可是对于我们福星里是特别的方便 不用搭车 不用那个 就在邻居而已 我们的住屋住在楼上 就是要下来我们万华老人中心 真的是很方便 老人中心这块 在服务老人 是真的是无微不至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耐心 他们的专心 来为我们的老人家来服务 真的是做的是非常的好 感谢他们所有的志工 所有的服务人员 那我实际鼓励我们的里民 虽然在我们的里内 可是我们就要每天来 这边有共餐 有人可以讲话 有游戏 有课可以上 还有电影可以看 所以说 这个是最佳的地方 因为他不是只有节庆活动 平常他们就非常的认真努力 是身心灵全班会的照顾 因为从他们的课程 从他们的活动 从他们的一些关怀照顾的 所有的所有的一切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台北市 在我们万华区 虽然落实长辈最多 但是还好有你们 对不对 对 谢谢议员 而且我今天一来 觉得大大不同 因为我们的幸运活动 没有改建了 那只好要搬来这里了 那其实在以前那个地方 坦白讲就规划得不错 只是一个场地比较小 要有些 那可是到这边来 我发觉你看 刚刚这个荧幕 这个荧幕绝对不是 只是一个接牌而已 也不是只有看电影 它后来还有很多的 卫教的课程 可以用这个来进行 所以这非常棒 然后整个空间规划很活泼 因为长辈不是老了 就是死气沉沉 也要活泼 也要快乐 身体才会老 才会健康活到老 对不对 对 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 台北市现有13家老人服务中心 万华区因独老众多且议题多元 在地运用两个老人服务中心提供服务 未来也将持续优化各区老人服务中心活动空间 以全方面推动预防性照顾服务 实现在地安老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十一柱形娱乐的皮制品您看过吗 这是皮雕艺术家施敦仁的作品 透过皮革的塑形雕刻染色 以及对生活的观察 创作出你我都可能用得到的生活物品 将艺术融入日常 这些作品在皮Together 皮雕艺术连展中可以见到 展览在士林公民会馆展至9月30号 邀请民众来参观 这次作品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我会把它弄成生活化 我的希望是能够让大家 把它皮雕这种东西 让它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 然后这次来讲的话 我会把它完成的东西 有食 衣 住 行 欲 乐 让皮雕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 其实皮雕这种东西是 只要你想得到 应该都做得到 它不光只是说 一张土掉在家里面 让我们欣赏而已 我们还是可以拿来用得到 然后能够融入生活化里面 今年的展会比较特别 像我们有 红敏老师的山水雕 还有矮箴老师的皮硕雕 还有一个卓家佑老师的血身雕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斯敦仁老师的特殊的唐草特殊雕 它的特殊特殊到十一柱形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出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私生展 那我这次比较特殊是因为学生能够从学生的作品 从当学生又可以当老师又可以参展 所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同好一起来观展 那我们这次还有远从彰化来的斯敦仁老师 远从台中来的蔡萍宁老师 远从台中来的周家佑老师 这一次我们的皮脚展它的魅力在来 因为我们的特性就是从一块皮能够成为一个作品 我一直在推广我们的艺术展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我们所谓展的东西出了 能够摸得到 看得到 欣赏得到 甚至用得到 所以我们的特色在于你会发现说 像血身雕这么样这么样的立体 像我们的鸿面老师跟我个人的血身雕 花卉血身雕非常非常的立体 当然我们强调是 我们还有强调是现场 有一些虽然是挂着挂饰型的那个大型展 当然还有生活艺术化的作品 生活艺术化就是我刚刚所提到 能够戴得到 用得到 看得到 甚至摸得到 艺术家蔡秉玲则将皮革与流星结合 刻画动漫人物样貌 以及灵动的鱼和鸟类 展现皮革的前扁万化 而艺术家郑一平初学皮革雕割 也在鼻筒钱包上展现记忆 就是它很实用 就是你做完一个作品 它可以随时戴在身上 你画一幅画很难天天戴在身上 可是你皮雕作品你可以把它做自己的创意 然后随时戴在身上 然后随时可以展现自己 因为皮雕它还蛮实用的 你可以做皮包 然后皮夹 钥匙圈 这个你生活上用得到的东西都可以 那有时候就是可能你装小饰品 一个托盘 小托盘 或者是你想把它就是呈现一幅画也都可以 它其实蛮多样性 你可以很多的方式去展现 这幅画是我们动漫的鬼灭之刃 那它在当初在做创作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以立体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在创作上面 它蛮有这种立体的层次这样子 跟一般传统的皮雕做法有一些区别 那甚至以我们涂出这个画框以外 就是一个思想概念 就是跳脱我们的思想框框 让我们的皮革上面 它有更多不一样的延展性跟多元性 以像这一幅画来讲 它是羊皮 那羊皮制作呢 我们一般皮雕都是用透过敲打 去做出它的层次 那因为羊皮它的质感呢是比较柔软 所以我用这个是用折的 是用像折纸一样用折的 让这个海浪呢 它有一些比较有厚度 像海浪的厚度出来这种感觉 跟我们一般在做敲打的 它是属于一个平面的方式是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区别 那我们而且羊皮呢 它跟牛皮 它的呈现出来的质感是不一样 羊皮它会比较柔和一点 牛皮会比较硬挺 那我们透过柔和的这种特质 来相对 刚好来像它的这个海浪的特质 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展览也有DIY 皮革艺术班让民众参与 免费制作独一无二 属于自己的皮革猫咪证件套 我们这次DIY的 更吸引的是猫咪证件套 所以刚刚有同行问我们说 一大早就看到人在那排队 因为我们这次的展 其实我们所有的作品也一样 外面你很少看得到 包括我们这次DIY的作品 是猫咪的证件套 外面买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作品真的非常非常吸引人 还有我们本身有在 职讯局三年七万免费的课程里头 在推广我们的课程 希望说如果你对皮 对皮革对皮雕有兴趣的 一同来参与政府的 三年七万免费的课程 第二届皮Together皮雕艺术连战 将稳创工艺带进皮雕世界 藉由工艺产业的传承 促进皮雕展览教育推广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19岁的张姓南大学生 腼腆的站在妈妈身后 张妈妈回忆张同学两岁时 发现有癫痫症状 发病时就犹如电影大法师一般 让家属只能在一旁心急 眼泪都流干了也无人为力 他发作的时候其实 他会有一个前奏 他听起来就有点像行动性的声音 然后所以对我们家族而言 我们就大概知道他要发作 就会想换使用到他脑袋 那当他发作的时候 问题是我们什么都不能接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像电影上一样的状况 他会很严重的抽搐 他不是那种口吐白沫 但是他就是整个四肢僵持 你会觉得说他怎么有办法 一般人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个工作 一般人怎么有办法 在那个状况之下口吐白沫 他是会吐很多口水 然后眼神上吊 四肢僵持 会出现那样的状况 那你说在学业上跟生活上 那就是什么都不想做 三种方面研判 张同学是属于药物男制型癫痫 经过跨团队会议讨论治疗方式 决定采取病造切除术 合并术中脑皮脂垫图监测治疗 进行手术 透过仪器监测将位于脑部异常放电的神经组织 精准切除 术后两个月来张同学没有再发病过 要做这个手术要很幸运 脑部病史发作形态 跟影像全部都吻合 才能做定造切除术 那他的切除的方法 其实我们数目前就是会把他的脑影像 传到一个叫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那时候其实 就是奥特海开导学长 然后跟幻璃学长玉如学姐 跟我大家一起看 就是说我们要纹切这 那导航设定完之后 脑子打开 因为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他这个脑子 这块红色是我们后来用颜色涂上去 但是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没有颜色的话 我们看不出来 他再放电 看不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叫功能性的手术 所以他会把一个脑电涂 大概四乘五跟一乘六的一根 直接放到这个脑袋上面去 整一层有可能再放电 那我们怎么知道要接触这一根 其实就是用软部的神经的监测去确定 当然我们外科病人 外科的医生也会用我们的 比如其实手术 这个这块颠解的区域 其实是有点不太正常的发力的状态 所以摸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那手术的这个 其实切就是一个很有询问 这也是三种成立颠血医疗团队的目的 以病患为中心 透过跨科团队合作 甚至引进院外技术资源 希望能成为病患与加速最稳定的靠山 我想我们在医疗上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把一个姿势转变成力量 一个最直接的方式 来帮助病人 那癫痫的一个控制 说实在话 它有非常多的方式 那手术是其中一个可以有机会 给病人还有家属一个安心的一个方式 刚刚我们的这个家属 还有病人本身 我想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担心受怕的 那已经在药物上做到最最多最多的一个提供了 因为药物越多 事实上它的副作业会越大 所以在各个团队的一个力量的集合制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在各方面的一个 以病人为中心 我想这个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三种神经科部组织医师蔡明珍表示 癫痫症是脑神经元 反复自发性异常放电的疾病 粗估全台约有20万到30万的患者 由于发病时常因为动作吓人被污名化 甚至认为被鬼神附身 导致患者就医意愿不高而延误病情 因此呼吁如果家人出现 疑似癫痫症状 建议先前往医学中心就医 确认病因 约7成的患者可以透过适当诊断 及药物处方获得良好控制 重回正常生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已经经营10年的飞创工厂 虽然在社群与购物平台投入许多资源 营运却始终无法有效成长 不过在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辅导下 业者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 成功掌握产品销量 建立品牌 更进一步提升顾客线上互动比例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官方网站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品牌的形象 那第二个就是我可以让消费者说 我不方便到门市去买咖啡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下单 那我们给他一个官方网站 他直接在官方网站上面做下单 直接做结账的动作 不管是用信用卡 或者是结合LiPay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方支付 他的消费的速度 就是他的速度可以更减少 所以他愿意购买 就是当下他愿意购买的那个冲动性 其实会更强 所以这样子相对来说 会提升我们在线上做销售的一个额度 做了这个网站之后 其实我还有保留了一小块 就是做 其实我本身有在做咖啡的教学 所以我就把一些咖啡的知识 咖啡的尝试放到了这个网站上 所以就是你不管说你是来买咖啡豆 但是你其实你没有要买咖啡豆 你就算只是想要来看一下就是咖啡 学一下咖啡的知识 其实也可以浏览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市知名老牌西服店李德西服 则是由第二代的林艳雅一步步推动数位转型 更开发出线上下单模式 让女性客群大幅成长 我们其实是老店 然后以前在数位化完全是零 我回到店里面工作之后 其实有开始的 不管是我把网站重新建置 把客户的资料K到电脑里面 这是第一步的数位化 然后第二步的数位化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置我们的LINE 就是让跟客户的沟通越来越就是近距离 就是搭起了一个新的桥梁 然后第三个数位化呢就是这一次的补助的计划 这次补助的计划 让我们就是建置属于我们自己的购物车 就是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就是在远端是线上下单 他就可以线上的订制 其实不需要到店里面来 就是经由我们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们教他手把手教他怎么样自己量身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线上的方式就达成了一个下单 所以这一次的计划不管是在我们的订单量 还有就是我们的业绩量有非常明显的显著的提升 还有以张学良旧居建成的富尔斯汤屋少帅残员 在既有官方网站新增预定系统 并且结合多国与系服务后 省区被第三平台抽佣金的成本 更拿回会员管理的主导权 他们都是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深度辅导的成功案例 为了协助台北市店家克服数位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挑战 台北市政府以基础培育深度辅导 及扩大运用三大面向 辅导不同程度的店家成果丰硕 像在培育的部分 我们至少培育300名以上的我们店家的 来自店家的从业人员 从很简单入手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实作 像包括这个短影音的这种拍摄 或者是到这种电商营销的这个部分 让他们可以马上实作体验到这个数位领域 数位行销的一个效果 那同时在我们深度辅导的部分 我们特别是聚焦在我们台北市服务业主要的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像是零售餐饮还有我们的旅宿业 那么我们选出了20家的这个 具有强烈的这个数位转型企图的这个店家 他们具有强烈的潜力 那也协助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碰点来做出诊断 然后提出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的套餐 那我想这20个店家也成了我们这个 各个主要行业里面的一个示范店家 可以给我们这个店家可以有更多参考旅行的一个对象 那另外在扩大这个应用的部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今年 至少有补助了将近200个以上的这个店家 那针对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数位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全能的补助 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补助而已 我们在他们这个导入这些解决方案之前 也提供相关的教育训练到导入中的陪伴辅导 那导入之后的这个成效的一个追踪等等 所以是一个希望能够他们这些导入能够真正的到位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进一步说明 如何透过科技运用协助店家找出经营痛点 对症下药提出解放 我们会针对一些特别的店家 甄选出来之后以O2O的方式去专案个案去做辅导 那寻找出他的一个痛点 所谓的痛点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协助他 找到出他的问题之后再对症下药 透过数位转型的一个科技的方法 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今天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案例 那共同来做分享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整理出 目前在市面上面 那也是大家比较可以直接运用的一些方案 那我们会透过由店家这边去找他适合的方案 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专案的团队 去美合他适合的方案 那这方面呢在每个案子呢 我们也透过一个补助的方式 让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运用 跨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113年台北市商业数位转型服务方案 补助计划 全额补助至少200家店家 目前还有名额 开放申请到9月底 邀请店家老板加入数位转型行列 善用科技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红海中杀出重围 开创新商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松德公园平时是民众休闲活动的场地 不过一旦发生重大地震灾害时 可立即开设作为避难收容处所 成为避难收容安置指挥调度的据点 松德公园可收容1340人 提供旧寝火石换洗等基础卫生设备 新医区公所日前举办仿灾公园演练 现场设置各式宣导堂位 帮民众充实仿灾知识 大家知道这个像今年啊 这个4月3号那个地震 接下来遗震不断 所以我们这个防灾公园的用途 就是当碰到大地震 那如果我们的这些建筑 还有我们修容所需要做收容 但是还没有确定到底安不安全之情 我们可能就会开设这样子的防灾公园 那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收容避难的设施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子的演练 一方面让我们的所有的防灾的单位们 都守忍这个开设的这一个程序 那另外大家也要希望让我们的里长 我们的志工团队 我们的里民们能够了解说 我们其实如果碰到大灾害 这边是有一个可以收容避难的地方 并且也先知道一下 来这边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服务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年都要来办理 这样子活动的这个缘友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就是安排在比较傍晚一点的时间 然后会把它跨到晚上 我们过去曾经有办过甚至是跨业的 那今年我们没有办到跨业 其实它有帐篷区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进一步的导览 也非常地谢谢我们台大团队潘博士 会帮我们进行这整个的介绍以及导览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来认识我们这个防灾公园 除了基本委身设备 区公所也安排多元服务 邀请签署防灾备忘录的商家团体 以及灾害协作中心一同演练 包含世界展望会协助休闲油气区 松山奉天公协助心灵抚慰区等 我们这个防灾公园开设演练 现在我们会有三个区来轮流取办 那原则上是每一年都会由一个区来 主办那今年就刚刚好轮到我们新义区 我们新义区防灾公园是在这个松德公园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公园 其实交通各方面还算蛮方便的 那我们今年防灾公园开设 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这也是吸取了我们之前别的县市 我们有碰到大地震的这个相关灾害 有一些这个避难收容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年有特别加强一个 叫做新陵抚慰区 那过去我们在这一块 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调 那我们区今年非常的感谢我们自己 新义区里面的凤天公 他们有派了一组的人员在这边 其实大家知道宗教的力量 其实是很有辅慰的力量 那当然我们这边的 到现场的师兄师姐 他们除了做一些咨询辅慰 那最重要是他们会收金 这个我们是预想说 真的碰到大灾害的时候 其实大家当下可能心理上都是很惊慌失措 也很高压的 所以非常感谢凤天公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了这个长生学 长生学也是来现场来进行这样抚慰的 心灵抚慰的这样子的工作 那另外也有新卫中心可以提供这个专业的心理上面的 这个创伤后的这一些咨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今年这个举办开设的时间会在比较傍晚 我们希望能够也跨到晚上 能够演练一下到了晚上的时间 我们可能一些现场的环境 也要做一些事前的这些准备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现在还蛮多人的 那欢迎大家有机会也可以 平常我们虽然没开设但是也可以到防灾公园走走 因为在这边现场我们都有很明确的告示 大家也可以先认识一下 知道说碰到大型灾害的时候 大家是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获得避难这样的协助 当时这个防灾公园 其实我们大概12个行政区都会挑一个比较大型的 由市政府公园处这边主管的公园来规划 因为防灾公园它本身的规划设计 跟一般的公园其实会不太一样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譬如除水的设施 还有紧急发电的设施 然后甚至需要储存帐篷 那为什么挑在松德公园 这边大概我们当时的考量 一方面就是够大 那交通也算方便 第二个呢是它旁边其实也有学校 那如果说这边真的收容人数比较太多 我们需要支援的话那是比较方便 但是现在我们信义区也有另外一个备原的防灾公园 就是我们的景情二号公园 那景情二号公园是更新的 所以优先开设我们会开设松德 透过宣导活动 市民朋友有基础防灾观念 并落实自助及互助的力量 让伤害减至最低 同时各单位也透过演练熟悉相关作业流程 与区内各企业商家合作 培养最佳的防灾应变能力与默契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长者秀出一张张用手机自拍的照片 不管是直拍横拍单人还是多人 每一张构图和光源都恰到好处 表情也相当生动自然 还有将漂亮的照片图片加上文字 就变成一张张早安图 方便向亲朋好友传递问候与关怀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设3C画中传情乐龄课程 邀请大同安全与健康促进会总干事张启明担任讲师 教长者使用手机上的各种软体工具 方便使用的内容 深获长者好评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我从以前只会接LINE 发LINE这样子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那现在来这里呢 参加呢 学到了就是说自拍 还有做长辈图 问候啊 早晚晚安这样子 还有卡片的制作 还有一些游戏 小孩子他下班才会 晚上才会碰得到他 所以有时候就不会了 就晚上才 等到晚上才能 知道说怎么操作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他们也忙 没有说马上帮你解决 所以来这边学了 现在我懂比较会的 所以就方便了 好了第一个就是自拍 像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说 奇怪的人家怎么自拍那么那么简 好像好像很顺什么的 后来多了一个方法这样 在自拍的时候 那我们以为只有这样子去按那个 那个你没有 拍的那个点 但是我们这样 姿势这样子 那个手还要过去 对不对 我们这样 结果这一次学到了 就是说根本这个手 不用继续从那个大小生那个键 有没有 那个大小生键那边 就可以直接按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 要不要 我们以前都想说 姿势摆得老半天 然后你的手还要过去 后来才发现说还有这一招 觉得很瘦 就觉得很受用 我是希望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 比如说要等公车 看一下公车到的时间 可以不用那么早出去 然后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怎么去找到这个地方 Google地图上先去做一下搜寻 然后看一下街景 知道是哪一栋 然后怎么走 公车的话到那个地方回程 公车站牌在哪里 那个回程常常跟去程是不一样的 不是相对的位置 那这些学会了以后 对他们生活上会有一些便利性 除了交长者如何使用手机上 各种方便使用的工具 更特别的是 教长者使用网路搜寻功能及工具 自己去找答案 也鼓励长者透过拍摄影片 记录分享生活与心情 我现在做得很快乐 跟大家在一起很好 我今天来学摄影很高兴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老师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子 那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也想唱歌 很高兴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就让我们学习 然后又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又可以走出来 很感谢老师 还有那个主办单位 我觉得要让他们可以自己应用手机 自己去学习 所以我会教他们YouTube去找答案 比如说计算机怎么使用 我只要输入手机计算机怎么使用 它就会有很多教学影片出来 他们其实就可以自己学 所以我上过课的东西 他们不会忘记的 就叫他们用这个方法再去找答案 有更好的老师可以教导他们这方面的技巧 还有AI的搜寻 我觉得我自己用过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也告诉他们 你要找答案 用AI智慧去搜寻的话 可以省去你很多时间 而且它可以很广泛的找出你要的答案 你自己再去做筛检 再来就是增加他们互相联系感情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制作卡片 然后录影 传递你对他的感激 或者对他的想念 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一次 让他们比较敢地去表达自己 为了让银法族能够轻松学习 课程更与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合作 由学生担任小助手协助长者操作 加深学习效果达到亲云共学的目的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 就是长辈们其实都很用心 就是会听我们讲 然后当其实有些遇到我们不会用的东西 他们愿意让我们也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再教给他们 然后我的台语就是很破 然后我的阿嬷都很认真听我讲那个破台语 就算讲错她也不会生气 那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跟长辈们交流 就是不只是一起参加这个课程培养感情 然后也可以了解到就是现在对于长辈们来说 生活上的一些难处啊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对然后不只是我们在交给长辈新的东西 也从长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 生活上的经验等等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行课才刚开始没多久 今天大家就要毕业了 好快哦 结业 这中间大家有学到很多 从启明老师这边 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那我相信大家 今年上过这个课之后 以后我们再办课程 大家要不要来参加 要 太棒了 我也很期待 我们每次有这个推陈出新 有好的课程 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们 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为期一个月的3C化中传情 乐龄课程 对银法族来说不只相当实用 又可以让大家认识新朋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也期盼 透过举办乐龄课程 缩短数位落差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大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位于文山区的主爱楼 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服务延展的地方 9月落成 提供成年爱奇儿日渐服务 中心规划学习教室 健身室 音乐律动室与多功能空间等 依据爱奇儿的需求 设计丰富多元的训练 与活动课程 同时让爱奇儿家长们 在照顾压力上得到喘息 利用这个爱奇 主爱楼 我们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服务 政府 我觉得根本就是政府该做的 但是政府能力还没有顾到 我们愿意 我田使新基金会 这样那个爱新 再多走一步 做一个好的范例 让很多同样给我们有爱心的人 关心这社会上这样的一个族群的人 他们也愿意反照我们来做 在政府的帮助之下来做好这件事 我想应该这是我们政府 完全列盖走的时候 一步盖走的路 我是曾经 曾经是一个要带着两个孩子去自杀的爸 但好像那个门关了那个当下 但因着那个爱开了一扇门 上帝就是爱 翻转我的眼光 去看到这些孩子的价值 以至于那个重生的力量 我们还发现了这个楼地板呢 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楼层 它其实是长条形的 然后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这栋房子本身并没有水平 它左右两侧居然是有落差的 哇 所以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困难 再加上因为这是一个要迎接成年爱奇儿的机构 所以我们必须当时跟建筑师的讨论 觉得这个房子好像不堪在里面挖电梯 所以我们就做了电梯的外挂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全新的电梯 在整个整修的过程当中 那个困难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是2021年开始 大家都知道疫情 没有人知道疫情会停留这么久 所以缺工缺料缺太多缺太多 然后这些染病的工人不能进场 所以很多时候三级警戒这些的延长 就使得这个成本不断的增加 我跟赵成第一次经历到原来经营的基金会 充满了各种挑战的困难 经历到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压力 我们起初不算的费用 跟后来实际的费用相差之大 可是这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 身心障碍儿与家庭经历无数成长 养育过程的困难与挑战 22年来不间断关怀爱奇恶的 天使心家族基金会 结合市府邻里社区推动日间照顾服务 共同打造有爱的友善社区 我代表我们选区的选民 谢谢天使心 谢谢所有知识天使心的伙伴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光这个礼顺心礼 我们两位专业长 还有我们跟你在道歉 光顺心礼具有多少身心障碍的家庭 大家知道吗 光这个礼 有三百多人身心障碍家庭 这个中顺礼也是一样 所以整个文山区有多少 知道吗 一万两千多个身心障碍 然后看到这个数字 一万两千多 所以真的要说的庄稼 说我也是要做工的人 还有我们相对应的资源 真的是很少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八宝 我有很多孩子 所以真的我能够体会 那个爱孩子的心 对你 还有这样子的帮忙 真的是对这家庭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说上帝为你关上圣门 必定会为你开始深床 我们天使新家族 就是那一道窗外的光啊 今天主爱的落成 就是支持这一道 我们爱其家庭 所期盼 所渴望的那一道光 所以今天抱持着非常荣幸 也非常骄傲的心情 来参与今天的落成跟节目 那刚才一座有提示 说我们目前大楼还有遇到一些 行政程序上的问题 这个我们代表市长 来承诺我们的林董事长 我们会竭尽全力 尽速来协助 其实有很多感触 那我今天想说 是不是在想了 为什么我坐在这边 我每一次我都是 只有回家回生 你知道吗 那我也真的很感动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以后未来可以照顾更多的 我知道今天董事长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讨论 但是告诉大家应该都是赢论而解的 大家可以不要担心 那我也觉得很多的祝福 消给爸爸妈妈 我觉得我们的陪伴的过程 真的会很辛苦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 或许这也是对我们而言 都是另外一番的挑战 可是我们一点天地 都是一个历练 如何如何 我觉得我们就是勇敢坚强 而我们的爱绝对可以帮助更多的 其实我蛮高兴的 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来参加我们天使新基金会 这个主爱楼的成立 那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在地的附近 所以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里内和我们周边 我们在家庭上面有需要的这些孩子们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照顾 所以其实天使新要在我们这个 这边要成立的时候 他们也来拜访过我 那我们也都在社区里面 把我们有需要的一些家庭的孩子们 我们也都介绍他们过来看看这个环境 也跟他们有接下过 希望的用意是说 这些孩子们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家庭里面也可以比较可以松一口气 天使新为庆祝主爱楼落成 我们11月30号在台北中山堂举办 我的夏秋冬春 岁末慈善音乐会 通过音乐与故事 呈现爱奇俄家庭的四季历程 邀请民众用行动支持力挺爱奇俄家庭 记者温宏君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哲宏 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吴欣沛 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昕 与日韩等产业组织代表共同启动下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正式开幕 这项活动汇集了20加以上的各国独角兽 创投还有日韩产业组织代表出席响应 这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出 新创三次建的目标 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创业家友善城市 让各国新创都能在台北市找到机会 市长上任以来 对这个新创产业非常重视 所以他提出了新创三建的一个策略出来 第一他譬如说从这个资金 人才和市场这三方面 蛮多的一个策略 譬如说我们扩大奖励的补助 让这企业能够进到这边来 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也成立说创业家的副照 让鼓励这些创业家 能够来台北这样子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也跟解面市 跟友好城市 来所谓新创的城市伙伴 内容这样的概念 包括今天的活动 整个国际的活动等等 就是目的性就是希望说 把台北市行硕一个所谓的 新创的一个友好城市 让创业家能够在台北市来投资 那台北市充满一个活力 跟创业的城市 希望说我们一个 每个创业家 能够这边找到他的机会 来发展这样新创产业 出席的日韩产业组织代表 也期望未来彼此间 能深化合作 共同创造未来 台北市 台北市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record的 所謂哦 we know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but our city is mainly very focusing on the media and country and kulture we have a lot of broadcasting companies and movie filming companies and postproductive companies so umm i hope we are we can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ime and korea and we can have a lot of 现场也邀请来自印尼及美国等多国 民生消费领域的科技独角兽来台 透过论坛模式分享他们的独到市场见解 及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 为台北新创生态注入新的动力与灵感 协助推动台北市产业升级 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扶行为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画面上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带着二宝来到七堵市内儿童乐园玩耍 体验小汽车、溜滑梯和超级市场的采购 二宝玩得好开心一度不想回家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葡萄跟西瓜 还有跟面包 三明治 营养三明治 三明治 三明治 Anana在哪里 Anana在这边 哇好棒哦 她喜欢这个哺哺 跟你讲她们她不想回家的 她不想回家了 在市长谢国良的邀请下 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带着二宝来参加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与基隆首创全国第一的亲子招呼平台成果展 大力肯定市长谢国良用心推动亲子政策 其实我要谢谢国良特别邀请我 因为周末很多行程 我没有办法带着宝贝 但今天这个行程 我又可以来给国良市长支持 又可以带二宝来放电 欲举束的 所以谢谢国良市长的邀请 基隆多雨 但是就看出来国良市长的用心 在基隆一区一个室内儿童乐园 就是用心规划出来 照顾年轻爸爸妈妈 当有小朋友需要有一个空间 让他们玩乐奔跑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其实最重要是免费开放 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带孩子 所以不只是让我们省下荷包 也让孩子可以尽情地放电 尽情地玩 室内儿童乐园到现在为止 陆续有了一些成果 第六座的人爱区 室内儿童乐园现在已经开放市营运 然后第七座的暖暖区室内儿童乐园 正在兴建当中 我们最近常常看到桃园来的爸爸妈妈 新北板桥 英哥来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这边原则上都欢迎大家来玩 因为我们倡导的是一个有爱的环境 国良市长今天也向大家正式宣布 在之前所成立的亲子照顾平台 这是全国首创 而且让我真的非常有感 我刚刚跟国良市长就聊到 我以前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半夜的时候小朋友突然发高烧 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大宝连续烧了三四天 我真的是急到 不只是晚上没有睡觉 而最重要是心理那种焦虑跟负担 我想所有爸爸妈妈都能感同身受 所以后来发现是玫瑰枕 我后来才有经验小朋友连烧四天 身上出了疹子就会自动退烧 所以国良市长所推出的亲子照顾平台 对于很多新手爸妈来讲 在晚上或半夜的时候 碰到小朋友身体有任何状况 他可以赶快的透过平台 咨询专业的意见 也有专业的医师提供协助 我想这绝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项政策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 亲子照顾平台的成果展 刚刚问了一下闲政局长 我们下载率已经有接近九千人次左右 也就是说有九千个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的孩子有来这个加入我们这个平台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个这样子的夜晚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成果发表 无非就是希望有更多的爸爸妈妈 共同的来使用我们的亲子照顾平台 透过亲自体验与了解 台北市长蒋万安大力赞赏谢国良上任后 积极推动的室内儿童乐园 和全国首创的亲子照顾平台 他认为谢国良推动的政策 都是站在爸爸妈妈的立场用心来推动 可说是一位照顾市民的好市长 呼吁市民朋友全力来支持乡庭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雨交不息参加民众的热情 2024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采接游行队伍 在市长谢国良 立委林佩祥 王洪威 和城市代言人安新雅 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卫生局长张贤震 以及多位市议员的带领下 从国门广场热闹出发 中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虽然下大雨但是我们是鸡游篮 中文化大雨 快乐星 好 高厉嘉年华 加油 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来参加老鹰嘉年华 非常开心 大家心里是非常兴奋的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的采接队伍 除了来自各县市社区学校 也邀请到盲人 脊髓损伤协会等公益团体 还有原住民新住民等团队一起响应 展现基隆港湾城市的温暖友爱 今年也加入鹰站长IP的空飘气球游行 更扩大邀请来自日本的表演团体 让活动迈向国际 大家今天所有的来自我们全国各地 还有来自日本的这些好朋友 远道而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包括基隆的社团学校社区 大家都一起来 还有我们的一些特别感动的是 我们的盲人团体 以及我们的这个脊髓损伤协会 每年已经第二年来参与了 那非常感谢各位远道而来 希望我们这个嘉年华越办越大 也希望各位每一年都可以在基隆相见 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已经迈入了第14个年头 感谢今年有50几个非常棒的团体 以及有两个日本的团体 共同的来参加 大家都看到今年我们的社区营造的成果 真的是不同反响都有非常特色 而且非常的可爱 那今年也多了一个比较大的我们的气球 就是我们自己基隆独特的IP 鹰站长 那我今天就跟江局长说 可不可以明年帮我们鹰站长找个伴 好不好 多加一个IP 以后一年比一年多 更可爱更棒 这个已经成为我们基隆 已经是从社区营造出发 但已经是全市 甚至是北台湾都已经很著名的一个庆典的活动 欢迎大家今天到来 很多市民朋友也迫不及待跟我们一起参加 夏季的最后 然后我们用一场嘉年华 把这次夏季把它欢送出去 让大家都能够开心的在我们基隆的街上 看着海边迎着海风好好的走一趟 好开心好开心啊 就嘉年华就是要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呼呼 我们海洋老鹰嘉年华站不站 站 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 呼呼 除了白天充满热情活力的热闹彩街 晚上还有美丽的烟火秀登场 吸引民众欣赏 迈入第14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结合彩街市集和烟火秀等元素 吸引市民和游客来畅游基隆 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 也成为行销基隆的一大特色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营养化碳终结者Noco醬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